礼佑败亡之后 朝廷按照连坐之法 穷究他在长安的渔党 这事情竟然牵连到了 和干成姬 有关部门立刻将和干成姬逮捕 并关进了大礼 准备要除以死罪 死到临头的和干成姬 为了自保 不得不主动上告 把太子党的政变阴谋 是一股脑的 全给抖了出来 齐王李佑刚刚服辱 太子谋反是玄机暴放 在如此接踵而来的 重大打击面前 李世民顿时感到心如刀角 五内聚焚呢 贞观十七年四月 李世民召集 长孙无忌 房玄龄 萧宇 李世纪等 载府重臣 以及大理寺中书省门下省的 主要官员 对太子谋反案进行会审 审理结果 此案是证据确凿 李成前反行一句 罪无可赦 尽管这样的结果 早在李世民的意料之中 可事到临头 李世民还是感到 无比的心痛和无奈 他神情黯然地问大臣们 该如何处置 秦臣面面相去 没人敢发话 太子谋反 是帝国政治中最恶劣 最敏感事件 这种事情 谁敢替皇帝拿主意 朝堂之上 一片沉默 最后 终于有一个小官 站了起来 打破了这种难挨的沉默 这个人呢 叫做莱继 是隋朝名将 莱惑尔的儿子 时任通事舍人 他的皇帝说呀 陛下不失为慈父 太子得尽天年 则善矣 他的意思很明白 就是希望能够保住 李承前一命 那这个答案 当然也是李世民想要的 4月6日 李世民颁下了诏书 废除太子李承前 将其贬为庶民 囚禁在右领军府 不久之后 将其流放到了钱州 李承前在这边章之地 度过了两年 生不如死的岁月 与贞观十九年 抑郁而终 处置完李承前 那接下来 就轮到了他那帮党羽 李安衍 杜河 赵洁等人士 全部被斩首 但是另外两个人 李世民却想对他们 网开一面 一个呢 是汉王李元昌 李世民打算饶他不死 无奈 群臣是极力反对 李世民只好将李元昌 赐死于家中 另一个就是侯军吉 刚刚逮捕侯军吉的时候 李世民就对的说 朕不想看到你在公堂之上 遭刀比例的侮辱 所以亲自审问你 但是不管李世民是怎么审 侯军吉就是拒不认罪 最后 他的女婿赫兰楚石跳出来 把老丈人和太子暗中勾结 策划 谋反的经过是一五一十的揭发 侯军吉无话可说 只好低头认罪 李世民念在侯军吉 跟随了自己多年 而且是开国功臣 打算要法外开恩 饶他一命 然而满朝文武士 一致反对 李世民没办法 只好亲自到牢中 去见了侯军吉的最后一面 他说 与功长绝矣 而今而后 但见功一向儿 说完是气下沾金 鸭王刑场斩首的时候 面对鬼头刀 侯军吉表现出了一位 沙场老将 惯有的镇定和从重 他面不改色的 对奸行官说道 我一物再物 终于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但是陛下尚未秦王之时 我便以侍奉左右 此后又率部西征 攻灭了两个国家 祈求陛下给我留下一个儿子 以继承侯家乡伙 侯军吉被斩首之后 李世民 李世民命人超莫他的家产 但是赦免了他的妻子和一个儿子 只是将他们流放岭南 太子终于出局了 魏王李太盯着那空空荡荡的储君之位 嘴角掠过了一抹身躺已久的微笑 他相信 普天之下 没有第二个人 比他更适合成为东宫的新主人 随后的日子里 他天天入宫 侍奉父皇李世民 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的孝顺和谦恭 李太的表现也让李世民感到了莫大的安慰 此时此刻 也唯有李太可以抚慰这个天子兼父亲 伤痕累累的心灵啊 其实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 李世民一直都觉得 这个儿子最像自己 他有志向 有涛略 有智慧 有才情 有这样一个儿子来继承地业 应该是没什么放心不下的 更何况 李太是嫡次子 眼下成钱既然已经废了 由李太来继任储君 这也是理所当然 明正言顺 相信那些一贯坚持嫡长制的朝臣们 也是没什么话好说的 基于这样考虑 李世民终于向李太使当面承诺 准备要立他为太子 与此同时呢 李世民也就此事与朝臣们进行了试探 但是大大出乎他意料的是 朝臣们在新储君的这个人选上 再次产生了重大分歧 大臣们分成两派 中书侍郎 陈文本 黄门侍郎 刘继等人士 力挺 魏王李太 而长孙吴继 建议大夫 储随良等人 却表示强烈反对 他们提出另一个人选 谁呀 晋王李治 事情顿时陷入了僵局 就在朝野上下 人们认定了魏王李太入主东宫 这已是板上钉钉的事的时候 这晋王李治就像一匹正直黑马 默然间闯入人们视野之中 就像魏王李太自认为一只脚已经迈进东宫的时候 晋王李治就像一颗从天而降的拦路石横垫在了他的面前 看着这个嘴上还没长毛 居然也要和他举主储君之位的九弟 李太的目光中充满了怨恨 困惑和不安 而面对这一两难局面 太宗李世民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 苦恼和焦虑之中 平心而论 李世民一直认为晋王李治是一个好儿子 可是他从来也没想过要把他立为太子 李治生于贞官二年 是李世民的第九个儿子 在嫡出的三个儿子中排行老三 贞官十七年 他才十六岁 一个年龄尚幼不安逝世的一个小儿子 怎么有资格会成为大唐帝国的储君呢 而且李治不适合当太子 除了年纪太小原因以外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他的性情啊 太过于柔弱了 从幼年起 李治就有宽仁孝友之名 小时候老师给他讲孝经 李世民就问他 你有何读后之感呢 年仅六七岁的李治 是摇头晃脑的 说出了一番对忠孝的感悟 他说呀 夫孝 始于侍亲 忠于侍君 忠于立身 君子之世上 尽思尽忠 退思不过 将顺其美 匡就其恶 李世民听完大喜 他说 行此 足以恃父兄 为臣子已 李世民的这个评价 固然是对李治的赞赏 可同时也恰好表明 他压根就没想到 有朝一日 李治会成为自己的政治接班人 换言之 李治这辈子 能够老老实实的 侍奉父兄 当一个循规蹈矩的臣子 这就是李世民对他最高期待了 贞观十年 长孙皇后病逝 李治是三个嫡子中哭得最惨的 史称其哀慕感动左右 太宗吕家抚慰 尤是特身宠义 作为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生的三个儿子中最小的这么一个 李世民对李治那当然是非常的宠爱 然而此宠非彼宠 李世民对李治的深宠 充其量也就是一个父亲对幼子的疼爱 而太子李成前还有魏王李太 他们从李世民那获得的 却是一个皇帝对储君和后辈储君的赏识 器重和期望 前者关乎亲情 后者关乎政治 二者绝不可同日而语 而今 要让李世民放弃一贯钟爱的魏王李太 改立性情柔弱的晋王李治 但是这个决心他如何能下呢 李世民决定为李太做最后的努力 他找了一个机会 对那些反对魏王的大臣们说呀 昨天清雀 这清雀就是李太小明 说昨天哪 清雀扑在我怀里 他说啊 臣直到今日才真正成为陛下的儿子 这是臣的再生之日啊 臣有一子 等到臣死那天 一定为陛下把他杀了 将皇位传给晋王 天下哪有一个人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朕看到他这种情形 实在是心生怜惜呀 李世民是打了一张悲情牌呀 他试图以此为魏王李太 争取一些同情分 可是这些拥护晋王的大臣 根本就不买他的仗 建议大夫储遂良 毫不客气的说 陛下言大师 愿沈思 无物也 安由陛下万岁后 魏王拒天下 肯杀其爱子 传为晋王者乎 陛下日者 激励成前为太子 父宠魏王 李续过于成前 已成今日之祸 前世不远 足以为鉴 陛下尽力魏王 愿先挫晋晋王 使得安全而 楚遂良是一针见血的 点破了魏王李太的虚伪和矫情 他提醒皇帝 不会有人在军临天下 手握大权之后 主动杀掉自己儿子 让魏给爹爹 这种说法绝对是违背 人性常识 所以不可听信 其次呢 楚遂良又警告皇帝 一旦魏王当上天子 李成前和李治 恐怕都会被李太斩草出根 皇帝 你想帝魏王 可你有没有考虑过 会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呀 此外 楚遂良的措置一词 还隐藏着另外一层意思 假如非立魏王不可 那么为了晋王的安全考虑 就有必要事先废除晋王的爵位 把他贬为树人 让他从此是远离权力中心和政治漩涡 或许这样能够让魏王放他一马 最终保住晋王一命 可是同样都是嫡子 皇帝你怎么能够 为了策略那个野心勃勃的魏王 而贬出这个年少无辜的晋王呢 楚遂良的这番尖锐之词和言外之意 一下就击中了李世民的要害 李世民最担心的事情 就是同胞手足 为了争夺黄泉而骨肉相残 他最忌讳的事情 就是武德九年的那场悲剧 在他的眼皮下重演 所以 当楚遂良的话音刚落 李世民的眼泪 已经不可遏制的毒框而出 他不得不承认 楚遂良的担忧是有道理的 以李太的性格和为人 他完全有可能在登基预级之后 铲除所有的政治上的异己 巩固已经到手的权力 思虑几次 李世民的哀伤之泪 顿时是闪闪而下 他无力地摆了摆手 他哽咽着说 我不能 话还没有说完 李世民忽然站起身来 迈着沉重的步伐 缓缓地向内宫走去 那一瞬间 皇帝仿佛一下子就苍老了 这是许多大臣的强烈直觉 当天的朝会 驾然而止 出了半截语言不详的话 和一个哀伤 欺测的背影 李世民没有给大臣们 留下任何明确的指示 大臣们百思不解 皇帝那半截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不能 可到底不能什么呢 是不能因为策略魏王 而废除晋王 还是不能因为 顾及晋王的安全 而放弃魏王 这个心目中的储君呢 没有人知道答案